歡迎收看 欣雅妳知道今年暑假 非常多是一個活動 今年最流行的活動就是 就是在暑假七八月的時候 是正夯的時候 這個大概有超過十場的 Cosplay活動會在全台灣舉行 是的 多喜歡ACG的朋友 不要避暑了 今年暑假就站出來 一起Cosplay一下吧 對 可是重點是 我不會做Cosplay的衣服 我也不會做道具 我要怎麼去Cosplay呢 怎麼辦... 誰在告訴我 誰在告訴我 誰在叫叫 好 我該告訴妳 因為我們今天電玩數修班 我們要教大家 其實Cosplay有十大必備的武器 只要有這個十大必備的武器 說不定妳也可以成為Cosplay達人 真的嗎 厲害吧 好不好 我們今天請來這一位 本身算是Cosplay的服裝大師 因為我們電玩快打常常叫Cosplay 對 服裝呢 都是由她 還有她的那個小胖精靈 一起做進來 我們妳幹嘛這樣子 胖精靈 對 那我們一起歡迎我們Cosplay 服裝大師 人偉 哈囉 嗨 大家好 Cosplay有十大武器 是在這邊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好 是的 一刀片類 但是45度裁刀可能就比較特別 其實我們這樣切 通常這東西直角對不對 對 45度裁刀就是裁了之後呢 它的角度是斜的 通常是用在一些那種鎧甲的拼裝 角度的接合的時候要是順的 所以這樣切起來 要這樣兩個這樣切起來的時候 必須是有點角度 對 沒錯 每一個角度切起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比較圓弧形的這樣 所以刀片裡面包含了 像45度裁刀 還有美工刀這些都是非常好用的 是的 那第二大類 尺類 尺類 直尺 介紹一下 好 這是方格尺 那方格尺呢 方便你在畫東西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下面的線 那 欣甲旁邊拿像香菇一樣的是什麼 這哪尺 這個通常是 飯勺 對 這是做衣服用的曲線尺 曲線尺 所以我們可以在 我們想要畫出一個漂亮的形狀的時候 可是我們自己用畫的 每一次畫起來不一樣 所以這個尺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做一個輔助 那上面都有刻度 這算很專業的部分喔 是對不對 這個尺類 沒錯 接下來第三 剪刀類 有布剪 裁剪還有鋼剪 這個刀子的材質呢 是那種手術刀的材質 所以它是很硬的 它可以剪一些軟鐵絲 或者是一些鋁片什麼的 接下來還有這個第四個 是工具類 尖嘴錢 毛虎錢 打洞器 第五個 這一個 好 像我們有些衣服啊 做起來比如像馬甲 它是不是需要穿洞 要穿線 對 那在穿線之前呢 我們一定要先用打洞器把它打洞 還有一些皮帶 譬如說像你的皮帶 常常就是 可能要後面多打兩個洞啊 不需要吧 沒有 偶爾啦 非常的偶爾 他打可能要用緊啊 對啊 往那頸下 對 最近一直在狂獸之中 打前面 對 要弄更緊的時候 就會需要用到打洞器 接下來第六個是膠類 熱熔槍 膠 強硬膠 這很重要 再來下一類是噴漆類 對 好 像我們的噴漆類的話 如果說我們今天做了一把刀 對 然後那把刀呢 是不是就只有 能噴成銀色的而已 可是它沒有像刀鋒一樣 有一個那種金屬的反光 怎麼辦 像這種電鍍銀的 它就會噴出來 像這個上面的貼紙一樣 會反光 它的顏色是上面這一片貼紙 對 所以我們的刀的刀鋒的話 就會有一個刀鋒的感覺 真的假的 不管 我要試試看 好 你可以試試看 你就噴這個熱熔槍 你看到這邊是一個 白熱熔槍對不對 然後 真的 好亮喔 它是金屬棒一樣耶 你看看 對 馬上就變成棒子了 好 這個是蘋果 可以製造不同的層次 接下來看完噴漆類 我們來看下一個是 打火機 噴火槍 為什麼需要這種東西啊 打火機的話呢 可以幫助我們有一些布料呢 因為我們可能不太會 車台收編的問題 收編啊 對 打釘槍 打釘扣跟雞眼組啊 打釘扣跟雞眼 雞眼 雞眼還有組的喔 有 我一個雞眼 你一個雞眼 我們不是那種嗎 這個雞眼組的話 就像是最簡單的例子 就是我們的鞋子上面 穿鞋帶的那個地方 有一個鐵的圈圈 那個就叫做雞眼 那個就是雞眼 馬甲的那個 馬甲的扣洞 也都是叫做雞眼 對 沒有錯 就是像我們打完洞之後呢 就需要用那個鐵的東西呢 然後把它打成一個 保護它 它不會越來越大洞 也是 旁邊那個鐵的 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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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個鐵錘 鐵錘 像我們打雞眼 就會需要用到鐵錘 還有呢 有時候我們的布呢 布料太厚 對 就是我們弄完之後 太厚它有點硬 我們還用鐵錘把它敲軟 敲軟喔 對 可以把它敲軟 所以沒錯 今天其實這個任務 是主要讓我們看一下說 其實這個十大必備武器的種類 大家可以朝這個地方 去想一下怎麼做啦 但是呢 今天除了任務未來之外呢 我們當然 我們請來一個美麗的模特兒 來幫我們看一下 因為現在 COSPAIR的角色裡面 初音 非常讓大家的喜歡嘛 真的 其實真的聽說 還在美國開演唱會啦 很厲害 一起歡迎我們的美麗的模特兒 瑤瑤 所COSPAIR的初音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好大喔 好害羞喔 瑤瑤妳不要被擋住 瑤瑤妳出來 妳出來 一身淨妝耶 好漂亮喔 妳看看 瑤瑤 有沒有很像 有 初音未來 對 這個角色的服裝是妳自己做的嗎 這個角色的服裝 其實是我一個香港的粉絲送給我的 因為他知道我本身有在玩COSPAIR 然後就送你一套 所以他又做了一套送給我 這套很漂亮耶 很厲害吧 瑤瑤就妳這個專業的角度看的話 妳覺得這一套的完成度當然 這套的完成度真的非常的高 而且我想它應該是會一些裁縫的功 裁縫的技能對不對 真的耶 可是我怎麼看到便當的橡皮筋 對 我跟你講 其實剛剛我覺得 十大COSPAIR的武器當中 我覺得橡皮筋也是相當好用 它太瘦了 因為它這個有點太鬆 因為有時候就是用橡皮筋 藏起來 其實這樣感覺完成度就會很高 它也不會一直這樣繞繞 對啊 因為妳這個靴子這邊 其實也是有橡皮筋在輔助它 對 因為我最近又有點變瘦了 你知道 這鞋套就顯得有點太大 太棒了 其實任務員既然來了 就好好教我們做一些裡面的東西 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要COSPAIR的道具 初音的耳機 耳機 今天要介紹的是耳機 妳在教我們做耳機啊 對 耳機是屬於比較難一點點 但我還另外為安心亞 準備了一個 讓它初級者可以挑戰的道具 初音的武器是什麼 衝 大衝 對不對 那我今天呢 就交給妳一個任務 就是做出一隻大衝 真的假的 衝應該很簡單吧 去三星一代結果才賣 好 而且不夠大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來教這個 所以安心亞要學做大衝 大衝 那今天我們還有另外 妳要教我們大家做耳機 是 好 沒問題 那我們先從 安心亞的大衝開始 好 先從簡單的開始 對 沒有錯 大衝要先準備這一個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個呢 是布中間的直捲軸 或者是妳家裡面如果說 可能妳這個找不到 家裡面沒有布的話 妳就拿那個保鮮膜的 有沒有 對 沒錯 也夠 兩個跟黏在一起 兩個跟黏在一起就可以了 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種 常常用來打人的那一種 軟軟的那種管子 中空的那一種 對 那種的也可以 綠色跟白色 為什麼選擇布織布呢 因為第一它就是沒有收編的問題 對 收編的話 對初學者來說實在是太困難了 那我們今天會用到的道具呢 我們從這裡面來拿 對 用什麼 用雙面膠 雙面膠 為什麼用雙面膠呢 一般的剪刀 一般的雙面膠呢 都不夠黏 只有一間的雙面膠 非常非常黏 哪裡買 是什麼 妳不要全面講一點點 在那個加什麼服 加 而且是他們自由品牌的 超黏 可以黏到一層皮都下來的那種 真的假的 對 真的耶 好黏喔 好 來 像黏薯板 好黏 在中間 真的很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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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地方 我已經簡單地先幫妳準備了 已經裁好了 就是用這個 然後量一下 預留一點點 待會兒我會告訴妳是為什麼 然後妳就把這個雙面膠 這樣子 直接 整條的 厲害 直接的 黏在布上 布邊上 這雙面膠真的很黏 好厲害 對 這一個真的很黏 好 然後呢 撕下來 對 所以做Costplay的人最好是像人鬼 這樣都留一點點的指甲 會比較好撕 好 妳可以請別人幫忙 對啊 好 然後 然後就像我剛剛說的那樣 留一點點 然後黏住了之後 好僵硬的手法 稍微的切 對啊 那妳把這邊這一條 好 這交給妳了 來 妳黏一條 欣雅 這麼簡單的事情啊 不然妳想要做多難 好 我們怕最後妳就趁不住 趁欣雅在黏的時候呢 我可以教各位 我們可以把這個綠色的呢 裁成像這樣子的長條形 對 裁成長條形的之後呢 對 三等份 裁成這樣子 再裁成三等份 對 再裁成三等份 好 妳黏好了對不對 對 好 再來再交給妳一個 也很難的 就是這些東西的中間 通通黏色 打進去 加油 這樣兩條 來 妳弄好之後把它撕開 對 妳真的很黏耶 是不是很黏 然後這個放進去 包進去 擺不開耶 這個把它黏在中間 我會 妳再把它黏過來就好了 不要 妳這個直接把它壓上去 兩個這樣子變一個 兩個一變 直接黏在一起 對 就這樣 是啊 然後呢 然後妳把它壓住 對 這樣子 它就變得比較 大蔥的 那個平的 對 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 那個隨意的彎曲它 你看看 對 超玩的喔 而且是一個讓我海帶選手 海帶 我覺得比較清楚的怎麼玩 好 然後呢 我們剛剛是不是這邊留了一個 一小段軟軟的 對 那我們把它往裡面塞 它要往那樣塞進去 為什麼 因為這樣才不會看到紙棍的邊緣 對 就會看起來是一個非常順的 然後整個包起來的感覺 那接下來這邊呢 我們這邊不是留了那個紙棍 會看到對不對 對 對啊 接下來呢 妳還要再用一次雙面膠 對 這裡一條 兩條 兩條 黏… 好 然後呢 然後我們這個不是有個洞嗎 對 對 我們把它塞進去 雙面膠往外推 為什麼 因為呢 如果都黏外面的話 中間是空的 對 所以我們前面三片 前面三片呢黏裡面 外面四片呢黏在外面 有層次感啦 對 完成品大概會變什麼樣子呢 然後最後 最後我們還要再用一條 把旁邊這個收起來 對不對 好像喔 就變成一個大蔥了 好像喔 你看這個蔥 然後交給初音啦好不好 這是我的啊 對啊 都適合 適合她拿吧 去拿這個蔥這樣子 這是我的 好不好 真的好方便喔 這個我們所有電視機前面 觀眾朋友可以大概的學習一下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做一點難點 是的 耳機的部分 耳機的部分 我們要看材料在哪邊 好 大概要準備哪些材料 因為它的耳機呢 是要有一個耳掛嘛 所以我們要準備砂酷 對 砂酷 因為怕觀眾太小會看不清楚 所以呢 剪下來之後呢 請你在裡面都畫一個一公分 有看見嗎 隔一公分 有看見嗎 那我要用什麼 可以把它畫那麼平均的一公分 這個就要用到 剛剛透明的那個 方格尺 方格尺對不對 對 怎麼樣要做那個方格尺畫呢 像這樣子 你就可以看到邊緣 是不是到了一公分的地方 就看這樣子 間隔可以看就隔多遠 那我們就可以畫這樣子 那你拿掉之後 它就會是一公分 好漂亮 那現在呢 我在這一個方形的布上面呢 等一下要畫出圓形的角度 圓形的角度 對 沒有錯 然後呢 我們先在背後 把雙面膠都貼好 先貼 然後再去剪它 剪完的時候它這個 完全是浮貼在上面 對 然後呢 就可以利用像這個圓形的尺 畫出你要的弧度 好方便喔 這樣子畫一下 然後另外一邊 再這樣子再畫一下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漂亮的圓弧形 漂亮的圓弧形 好 是 我們這部都背妥了之後呢 那我們 好 那我把這個先剪一下 好 OK 我們剪完了之後呢 對不對 因為剪完之後你看它後面 因為它有先貼的關係 對 所以我們這個是非常浮貼在上面 就不容易 而且它是先貼好 它有一個硬度在就更好剪 更好剪了 對 軟軟的不好剪 好 然後像這樣子呢 形出來了 對 它的那個側邊的形狀 就已經出來了 對 然後這樣就是 我跟你講啦 我們現在這個 叫做就把它塞了棉花 把它包起來對不對 是的 然後再把它貼到法庫上面 是的 然後 成品 好大 好大喔 好大喔 你讓觀眾看清楚 所以那麼大 對 因為為了讓大家 看得清楚一點 比例 對 這個這邊就是 你來就把它做 你來就把它弄布嘛 然後你 所以我們這邊要用到 我們縫的技巧嗎 是 很簡單 布跟布直接把它縫一縫 然後把棉花塞進去之後 然後把它這樣弄上來 這樣子啦 對不對 你戴好可愛喔 超可愛 好像猴子喔 猴子 所以我今天褲子不能再提提囉 這樣 很可愛 它是吸管喔 對 這個吸管 它這是要吸管這個 來... 這個地方呢 就是用到這個 軟的這個鋁線 把它穿進去 然後呢 利用這個 這個我沒想到耶 把它 你看一看... 這個厲害... 但是 我比較好奇說 為什麼有些時候要用鐵絲 什麼時候用鋁線 鐵絲的話呢 如果你要撐的東西非常的大 你可能會需要用到鐵絲 因為它的支撐力比較大 它比較不容易凹彎 不容易變形 可是像我們這個東西 我們要很容易可以 這樣這樣這樣的時候 就用鋁線 好棒喔 這樣就完成啦 但是瑤瑤妳剛剛好說 妳要叫我們做 對 我要叫她做一個就是 小禮帽 會很久嗎 非常簡單 對啊 這小禮帽是 哪個也是初音會用到的 對 應該講說像初音 它其他服裝 它會有一些 也會有搭配到小禮帽 但是其實我覺得小禮帽 方便是在 不管是Cost 可能像是蘿莉啊 或是龐克啊 那種比較哥德爾風的 也很常會用到小禮帽 甚至有些時候 自己去派對 今天是蘿莉 可以自己戴個小禮帽 可以自己戴一個 今天呢 我們用的 我們做的帽子 我們用更簡單的方式 看初音自己做帽子還滿好笑的 對 我用更簡單的方式 就是用先準備一個 黑色的西卡紙 西卡紙 紙白 稍微硬一點點 有支撐力的 對 有支撐力的 因為大家應該知道 小禮帽它主要就是 圓形的一個組合 所以這時候呢 我就需要這個 圓圍 圓圍在這 圓圍 對 圓圍呢 就可以先在紙上 就先畫出你想要的 大概大小是多少 對 對 你畫好以後呢 然後把它剪下來 就像這樣子 變這樣 變成一個圓形的一個紙板 中間要把它剪空啊 對 因為它原本是 它原本是這樣子嘛 那因為帽子的話 我中間必須要是中空的 對 所以把它用小刀割空之後 這個不要獨掉 因為這個是帽子的上面 沒錯 這是帽子的底部啦 對 好 那這兩個呢 都已經先準備好之後呢 就另外就是做一個 長方形 剪下來一個長方形 這怎麼看都不是長方形呢 你知道為什麼 看不出來是長方形嗎 因為呢 我把它旁邊這邊做成鋸齒狀 因為像帽子有個高度 對 那因為我完全是用組合的方式 所以我就先剪了一個長方形 然後 就大概的高度給它給這樣子 設定好之後 帽子的高度 對 帽子的高度之後呢 然後我就把它這樣子 直接把它捲起來 它就變成長方形 那我也是就是直接呢 先把它這邊 先用雙面這樣給它貼起來 先貼再剪 對 因為像我們組合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把它這樣子 倒進來 倒進來 是倒進來的喔 這樣就可以這樣一個一個 把它黏起來 對 然後就直接把它 因為就是說 就是我旁邊沒有剪距齒狀的話 就黏的時候旁邊會就是有點 拉到 對 有點拉到 所以就像說 對 先這樣用好就很方便 好啦 經過了短暫的稍微 等待了一下之後呢 我們瑤瑤的成品已經完成了 就這邊了 做好了 好可愛喔 對 就把它組合起來 而且自己加了這個啊 對 因為其實像初音 它這頂它這邊有用一個 就是像雷絲的這個花邊 就是說你做其他角色 你可能還可以加一些 玫瑰花或什麼 可以感覺更華麗 這算是我覺得COSPLAY 這個暑假大家想要 ACG迷們趕快站出來 盡量COSPLAY了好不好 對 暫時謝謝任務 以及謝謝我們的邀邀 謝謝他們兩位 謝謝 謝謝 下段電玩快打電玩時光機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今天呢 我們電玩時光機呢 我們請來這一位 可以算是傳奇系的人物 電玩界中 傳奇中的傳奇 好酷喔 讓我們歡迎我們的 SD太郎 歡迎 新娘好 拿到了 新娘好 巨星啊 帥哥有沒有 平常都要這VCR看得到 現在現場看到他 本人的耶 摸起來也聽到很像 真的等一下 遊戲有肉還符合他 遊戲有肉 還有心跳耶 MD而已 每次來電玩時光機 都有煩老還蟲的感覺 但是我們今天要回顧 哪一台主機呢 要回顧的是PC Engine 在1988年發售這個世界上 讓我們很感動的主機 PC Engine這個主機 不要說錯誠的 新娘你有聽過這個主機嗎 剛剛聽過啦 就是 了不起 令人感動的主機嘛 這個主機很特別 因為像我 我連碰都沒碰過 為什麼 我不知道 我當時真的沒有碰過 因為1988年的時候 我才一帥 好 現在我才七歲 七歲而已 七歲 所以我不知道 我沒有接觸過這台主機 為什麼 我們好好介紹一下它 好,PC Engine跟大家介紹一下 其實當時這個主機 應該第一個來講 它的價格非常高 多高 它 以當時小朋友的年紀來說 當時這個主機光這個單機 放叉塔式的 就要台幣接近1萬 1萬 好貴喔 再加上CD弄的周邊設備 買起來的話 最低起料差不多2萬5左右 剛時的2萬5是現在的 1988年的2萬5喔 大概是那個可能有賺到 10萬 對,很貴 很貴 尤其當時剛出來的時候 你有時候有錢 還不一定買得到那個軟體 難怪 當年大家流行說 這是附加小孩子玩的遊戲 先看一下主機好不好 這邊這邊,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主機 這兩台 這有什麼不一樣 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簡單介紹一下 當初剛發行PCM期間 大概是有這樣一個大小的主機 這台單台 這是組合型的版本 什麼意思 什麼叫組合型 當時這個是可以拔出來的 當時賣的時候是這台主機 不過那時候是第一代 白色型的主機 白色型是只有這個 對,白色的主機 所以當時是用插塔片進去玩 開電源就可以玩了 這個再接到電視去 接電視去就可以玩了 那幹嘛後來出了反而更大台 因為後來在1980發行之後 他們希望讓遊戲的擴充性更強 因為畢竟像那種擦卡式的 機器容量有限 對 他們要發行CDLong 所以你就發行這種周邊設備 可以放CD的 對,然後就把它合體在一起 所以長得是滿奇怪的 很像影印機小台的 沒錯 影印機 更炫的是當時這個CDLong的主機 因為放光碟之後 它需要像Windows這樣 它要開機片 所以當時這個裡面 還要插開機片 像DOS一樣這樣 像DOS,你還有版本什麼 要Windows 17、Windows 95 還要一直換版本 所以當時為了很麻煩 所以他們後來干脆就這樣子 把這台機器的蛇訊 出了這種合體機 變成這個 稍微有點型多了 然後這樣子打開 就可以直接放光碟進去 它這個主機等於是1988 真的很久以前 比好幾台主機都還要早 對,像PS 當時的PS Sega Saturn 那些都在1994年才發行 對啊 比他們早成這樣 然後那時候就已經有想到 用CDLong的概念 對,沒錯 所以當時你看像這種光碟 或像這種HU卡的軟體 那時候很多玩家都喜歡買 而且當時軟體非常貴 像一般這種CDLong的軟體 對 一片軟體差不多 當時的價格 大概台幣要2000到2000元左右 連HU的卡 差不多也要接近2000 誰買得起啊 真的是有錢人樂玩的 是 我們這邊還有幾台主機 先來看一下主機的部分好不好 好 還有這個主機 這邊主機是什麼 這台機器也算是夢幻運動 這台機器當時對 對,它等於說可以直接呢 你不用接電視 直接開電 插電就可以直接玩 就是剛剛那個信用卡 對,可以直接插進去 大小的那個卡帶插進去 就可以玩了 可以玩HU卡的片子 這叫HU卡 那後面它有個天線 當時還可以直接看電視 對 所以它可以自己看電視 它自己 當時有附液晶螢幕在這邊 對 你看,可以這樣拉起來對不對 沒錯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可以看電視 這一台當初的售價要多少錢 聽說那時候要7、8萬要 你是說那時候的台幣7、8萬 台幣,對 哇塞 那時候7、8萬好貴喔 當時這兩台機器啊 都有價格很高的時候 有時候機器它價格會變這種 但是當初剛出來的時候 物以稀為貴的時候 連這台也有賣到7、8萬過 那這一台跟那一台不一樣是什麼 這台狀況一樣 它只是更小 可以握在掌上行玩 它也是插卡 而且當時它也可以加個 這種天線褲褲插在後面 也一樣可以看電視 對 而且當時能夠玩PC恩情的軟體 在一般玩家 就是紅白機的玩家眼中 那是一種 那是一種感覺問題 是一種珍貴的象徵這樣子 對 就是一種 怎麼樣 你是紅白機 但是我是PC恩情 沒錯 拿出來的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可是孤獨了一點 PC恩情玩真的比較少一點 是 不過其實當時PC恩情這台主機 也可以說當時帶動了一股 很多流行風潮 所以它當時應該說 它在主機推出的過程當中 有它成功的地方 當然也有很多它失敗的一些地方 但是PC恩情像這個主機 聽起來滿厲害的 為什麼當時沒有造成這種大流行呢 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請SD太郎 帶一段精采的VCR 一起來 他們人都在了 是 我在現場 我是怕 我差點跟你一起了 我是怕說說不定 他做VCR也很厲害 本人就還好啊 對啊 搞不好就是知道 用背的 對 用背的 或是他邊講前面有大字報 其實就是有大字報 對 好 這我們分析一下 為什麼當時這個PC恩情 沒有大流行性 其實這個地方簡單講 應該小小修正一下 其實PC恩情當年曾經大流行過 而且還曾經擊敗過任天堂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當時它一剛推出的時候 它雖然很貴 可是當時它在1988年推出的時候 那段時間因為它的軟體夠多 而且它的名作廠商支持度夠大 再加上當時它的遊戲軟體 很多都讓大家覺得製作卡司 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當時它曾經流行過一段時間 可是後來原因比較麻煩就是 剛剛大家看到像變形金剛這樣組來組去 它其實像我們這間現場看到的 還不是完全的機種 應該還有一半以上沒有出現 那後期到了大概 玩家開始要習慣這遊戲主機的時候 它開始因為硬體的規格 系統不足 它不斷要靠像系統卡 像剛剛看過這種 每一代每一代這種系統卡 去輔助把它的這個整個 規格提升 整個規格把它提升起來 我們看看這幾個是H2卡的軟體 這個軟體叫魔鏡傳說 這個軟體是說有名的原因 它是歷史上H2卡發行的第一片軟體 當時是橫向卷軸那種 那種打鬥的那種動作遊戲 像戰斧的那種嗎 像戰斧遊戲橫向的 對 然後這個遊戲是 五六年級玩家最喜歡的角色 它是H2卡上第一個發行的 角色扮演 叫斜聖劍 畫面做得非常漂亮 是正面的那種角色扮演遊戲 對 然後像這個妖怪盜中器 是當時大型電玩改編 然後這個妖怪盜中器 也是讓很多玩家非常喜歡 那種大型電玩改編過來的 那簡單像這兩片 三國志喔 橫山光會的三國志 是CD這種軟體 也做得很不錯 所以當時也有一些這個 這是什麼東西啊 你想太多了吧 該不會是 該不會我們兩個想的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嗎 我覺得應該是 CD 正常的遊戲 當然是喔 這個是當時 因為P-C-N-G 它因為有CD的功能 對 所以他們覺得應該發揮它的優勢 所以把音源跟真實的人像畫面 解決進去 是一種戀愛的冒險遊戲 這個遊戲啊 你可以跟偶像一起在裡面互相 真人啊 真人 真的假的 這是當時 這是全世界第一個 CD弄發弦的軟體 叫小串販子 後來是到九井八指的這一張 靜之國冒險出來的時候 講一算很瘋狂的 我能一定的 而且當時講得開玩笑的話 當時呢 太陽因為年紀小 當時因為玩這個軟體 太陽家裡全部 那個都是九井八指的海報 而且到九井八指出事之前 到今天為止 它每一張的CD 不管單曲遊戲 或每一張都有 是九井八指的Big Bang耶 壞它 當時是 而且這個如果在網路上面看到 這個現在在網路上 是夢之逸品 真的 這個好棒 夢方逸品讓我們看到 好夢 像這個軟體叫便器外賺 我喜歡 聽說那都好像玩過超人的版本 對 玩過超人版本 這個最早在PCN 其實八型HU卡的時候 也是太陽當時在寫工業的時候 在PCN上算是成名作 是啊 都是你寫啦 對 你好強哦 我當時就因為寫這個東西 換到稿費 所以買了CD弄子機 聽說有一款遊戲 叫太空戰鬥機 是 你有一些絕技可以修給我們看 太空戰鬥機 其實是當年太陽參加 在1991年參加這種電玩大賽 在台灣得到第三名遊戲 當時的獎品就是這支手錶 你 你的東西都是人家 這是獎品還是 我的人生就是 挑遊戲迎娶那些 對啊 讓自己的人生稍微變成台幣 這個錶是等於說很多年了 很多年 而且重點是它很厲害 當你不用多久 它是會溫感 你一旦時間不用它會自己停 當你戴上去它感到體溫 溫度又會開始腫 再重新調時間 真的特別 真的假的是溫感的 而且 而且講一個你可能會覺得 很無聊的特色 你說 重點你看它日期 它寫的是金 我跟你講這個是日本的那個 日本的禮拜幾 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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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覺得這種感覺 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我們來看一下 當時拳頭第三名 這絕技怎麼樣 太空戰鬥機 這有什麼樣的一些 它是用海底世界的概念 結合上科技 然後呢 讓它一個打海底世界的感覺 這是一個海嗎 對 它當時的大型電玩 是用三個螢幕來呈現 左邊跟右邊的畫面 像現在PS3那種感覺 當時就做到做 三個螢幕啊 對 來玩這個遊戲 它這個吃下去 類似沙羅曼舌這樣子 對 它是不同的階段 吃了不同的東西 會一直增加自己的能力 那這樣子包住是幹嘛 保護罩 碰到 碰到怪物都不會怎麼樣 它可以擋幾次 對…可以幫你多扛幾槍 像你看它如果 除了射擊之後 增加不同的顏色 比如說就有對地的飛彈 雷射可以使用 當時在比賽的時候 我記得是它限定一個時間 在時間之間 看你能打到多少分 對啊 因為想說這種要怎麼比 當時大家為了要搶分 盡量要把敵人都打掉 對 然後打掉的時候呢 可以在過程當中去找一些 找一些玩家的弱點出來 它那時候是爆掉 它會直接再出來 你們印象 當時第一名的獎品是什麼 第一名那時候是PCN級的 DURO CD-RON的主機 那真的是大獎 你看 其實不容易耶 這子彈其實也飛得滿快的耶 對啊 對 你的特技在哪 就是躲子彈 你看有沒有看到 它 它躲得很快 因為這個子彈 飛得其實滿快的耶 你看 看到沒有 真的耶 舒服耶 可是射擊遊戲有時候就是 射擊遊戲玩有一個特點 射擊遊戲玩的時候 不要看遠方 你一定要看最後的地方 對 沒錯 真的 像我們玩這種 譬如說這樣子直接飛來 也是要看自己就好了 你不要去看最遠的 因為你看遠的沒有用 然後你要看指南課道 你可以躲它 太掛了 好 背上去 好厲害 好厲害耶 鎖子彈好敏捷喔 而且重點是但你看它 這麼久沒有玩 然後是要去碰 那手感還是可以慢慢的 快要找回來 但是裡面還有一個遊戲 我非常...其實我以前 也非常喜歡 尊愛手渣 是幹嘛的 戀愛遊戲 請問你 你覺得這個名字取得怎麼樣 還不錯啊 純愛手渣 小弟我取得 真的假的啊 是 你好誇張喔 當時你因為正好在做編輯 那時候拿到這個遊戲的時候 它是一個日本的戀愛故事 我想總要取一個中文名稱 後來我那時候玩的遊戲的感覺 是有點像初戀的感覺 然後主角回到家裡 有時候會把它的故事 記載在自己的日記 所以我就覺得說 把它取得哈日點的感覺 就像那種單純初期的那種 初戀的感覺 就叫純愛手渣 這個名字應該會不錯 所以後來就把它命名這個遊戲 然後也自己寫了它的公約書 可是為什麼你有 為什麼是你命名呢 因為那時候 正好在電玩雜的出版社 那時候做電玩雜誌 那你命了之後 遊戲公司就用這個當名字 因為那時候台灣遊戲公司 有時候都是參考 遊戲雜誌社的命名 我們就命了名之後 它覺得不錯 它就用了 所以當時如果你命名說 他們從此就是初戀的雜咪 有可能喔 對 這是你命名的 對 好酷喔 我看有一些公約書 應該那時候都是我寫的 對 但是它是日文的名字叫什麼 它如果值班的話大概是什麼意思 類似這樣意思 也就是說是那種 讓你感覺很清澈的那種 記憶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這種感覺 尤其它這個主角最大的特別 是當你畢業的時候 站在那個傳說的大叔之下 告白 告白 也有可能沒有女的會出來 也有可能有女的會出來 對 就是你玩 其實你這個 它是高中的故事對不對 對 高中 有了這三年書之後 然後你最後你看到那個傳說的大叔 有沒有女生在等你 是 等你跟他告白 就是好好在那裡 好好玩喔 最後再介紹一下 那你玩的時候應該沒有人吧 最後再介紹一下 這個 這個一定要介紹一下 L 天外魔鏡 天外魔鏡 這是PC CD弄上的歷史上面 所有人因為會買PCA的主機 有兩大原因 一個就是因為酒井發指 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因為它 因為它當時呢 這個製作的水準非常高 它是一個日本非常有名的製作人 叫做廣景王子 他擔當製作人的 而且這裡面 因為用到CD的一些特色 因為他在遊戲裡面音樂 有CD音樂嘛 一代音樂是誰製作的 你們知道嗎 當時他剛拿下奧斯卡 末代皇帝的配樂 版本龍衣 他們請版本龍衣 來當他的遊戲配樂 那這個叫做Kabuki 歌舞技團食郎 一刀兩壇 它是當時天外魔鏡當中 第二代的一個主角 因為它太紅了 所以把它單獨拉出來 成為了一個遊戲主角 從RPG的主角 然後變成這個 它本來是配角 後來比主角還紅 所以為了它單獨把它拉出來 來發行他的遊戲 真的喔 太棒 我跟你講 因為我跟妳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有一個格鬥遊戲的天才 是 叫做愛心藝 是 對 都可以 他可能 他是用一種亂打的方式 反正隨便按嘛 對 擊敗了很多 就是覺得自己很強的 你們今天可以講 稍微PK一下 擊敗了很多自我感覺良好對 不是 我們是正常的玩家 是 只有他都亂按 他都會贏人家 沒關係 出怪招嘛 對 稍微來 好 我們來打一下 歌舞技一刀兩壇 好 兩壇 好 在左邊就是歌舞技團十郎 然後右邊就是阿國 阿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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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安西亞,不行 你等一下啦 誰要等你啊 現在兩邊血量已經快差不多了 你兩邊... 再亂按吧,安西亞 我就是愛亂按 我幫他摸過癮的 又來了 完了... 太郎 慘劇又要再度發生嗎 不要 不要,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裡面的什麼太郎或是 不過只差一點點 沒有差一點點 你讓他讓了兩格血呢 是 我以為你多厲害的 你看 你好 很像SD太郎耶 這個時候都很會講 對啊 沒有啦 今天這太郎真的是非常開心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PTN 覺得是主機 雖然真的是很夢幻的一台主機 對 這個希望以後還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介紹這個 很多很棒的主機 再來一次謝謝SD太郎 今天帶來我們做時光機 真的是謝謝他 謝謝 謝謝 歡迎回到電話快打 娜豆 我們的機額快打 不是受到熱烈的好評嗎 對,我覺得 可是可能還不夠 因為我覺得呢 比如說下視頻 我會選加碼對不對 所以我們下視頻比的時候 你就加碼 就要說 你好,我來這邊點聽說 大家如果獲勝的話 我個人再加一萬塊錢 就整感覺這樣好不好 拜託,我又不是像你 以前都可以當水在那邊花 不是,我用熱烈的氣氛,OK 我要說的是 跟前面講 今天有快打相關的好消息 就是自從呢 2006年推出PSP版的 太古達人攜帶版2之後呢 相隔了5年 最近又要推出新作啦 就是太古達人攜帶版DX 沒有錯 裡面一共收入從 2010年到2011年呢 超過70首 裡面包含像是流行樂曲 還有這個動畫的音樂 還有這個一些遊戲的配樂 各種不一樣的曲風的音樂 就在裡面喔 而且很特別的是 這次有客串的角色喔 像是有 魔物獵人的愛鹿貓啊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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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呢都會在裡面宰歌宰舞 當啦啦隊幫你們加油 那不只這樣呢 這次有個新的模式叫 全國神教戰鬥模式啊 就是玩家呢 可以用日本各地的職業道館 進行這個指令樂曲的對決 到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完美的太古演奏 累積能量 然後能量累積夠了之後呢 就會進行這個衝撞攻擊 就把對方的神教這樣撞得遠遠的 那佔領地域比較大的呢 你就獲勝啦 那如果你技術不好的話 怎麼辦呢 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可以逃鹿貓 你可以找舊兵的來幫你一起攻擊 現在就找援兵來幫你啦對不對 那馬上來看一下本週的 哈掃星月 還在煩惱暑假到了何處去嗎 不用煩惱啦 咱們電玩快打替大家找了一款 可以與家人朋友同樂的派對遊戲囉 微遙控器Plus 動感歡樂組合 裡頭共有12種富含不同趣味類型的小遊戲 像是比看誰能彈得最遠 最多下的大水漂 能觀看海底奇觀 又能雙人合作地吊起海底寶藏 或是充滿趣味 大家一起來找鬼的鬼屋等等 還有挑戰平衡感極限的冰淇淋挑戰 看到別人堆得這麼高 是不是也很想打破別人的紀錄看看呢 還有還有 能考驗大家反應 適合合家歡樂的打地鼠 不過可別看了歐陽的虧情 不然分數可是會扣光光的 最後再為大家介紹一個打忍者的射擊小遊戲 只要能熟悉移動超快的黃忍者 以及會使用替身術的紅忍者 等到攻擊模式 想打倒忍者大頭目就不是什麼難事囉 從小說到電影 同樣都能撼動人心的哈利波特 怎麼能夠少人讓咱們親身體驗其中冒險的遊戲呢 哈利波特系列的故事即將進入尾聲 喜歡玩遊戲又鍾愛哈利波特的朋友 可更不能錯過這一款精采大結局的遊戲 哈利波特死神的聖物下集啦 遊戲中 咱們將帶領哈利波特與他的好友們 在魔法學院霍格華茲 進行場面盛大的第二次霍格華茲大戰 與史上最危險的黑巫師佛蒂摩來場終極大對決 可以操縱的人物不只哈利 還有像是榮恩的妹妹金妮魏斯里 格蘭芬多學院的西莫 就連隸屬大哥級的校長邁格 也都來參加卡喔 不過怎麼感覺大家的攻擊方式 都大同小異差不多咧 難道大家都已經學會了最強的黑魔法了嗎 這禮拜又要介紹兩款E3展的曝光新作 給各位遊戲迷絕皆可了 首先總是充滿冒險解謎的動作遊戲古木奇兵 這一次遊戲設定羅拉的年齡為21歲 咱們將一起見證這位古木奇兵最初的冒險 一開場羅拉居然顯得如此狼狽 可見一開始就會接二連三的碰上 意想不到的麻煩囉 透過這一段示範影片 咱們可以看到不少讓人嚇了一大跳的緊張橋段 在陰暗思冷的地道中 還必須運用智慧解開各種機關 雖然不是自己在玩 但是看的人似乎比玩的人還緊張耶 全新觸發的羅拉 肌膚質感看起來跟真人沒兩樣 細膩的畫質呈現加上刺激的情節 也讓這一次的歷險更加令人期待囉 一直至N64平台的強作 N3DS空戰射擊遊戲 星戰火舞64 3D 不但改良了操作界面 內容也更加好玩囉 遊戲中咱們將駕駛戰機 穿梭在各種不同的關卡場景 搭配上N3DS的陀螺儀感測器 咱們還可以以傾斜主機的方式 來操縱機體飛行喔 而除了一般的飛行方式之外 也能做出垂直爬升來甩開敵機 或是最常見也最好用的高速迴旋 來躲避敵人攻擊 只要自己招練的手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墜機啦 另外對戰模式能同時四人遊玩 還可以利用攝影鏡頭 將朋友的模樣給拍下來 放在遊戲裡顯示 五行中也替咱們帶來了 另外一種樂趣 而隨著闖關的分數不同 咱們進行的關卡路線也不一樣 還有機會駕駛其他載具 跟各種BOSS進行戰鬥喔 我現在要介紹一個手機上面的遊戲 就是我最近比較常玩的 愛玩的遊戲 說來聽聽 它很厲害 它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跑跑卡丁車 居然可以在手機上面玩到 唉唷 示範一切啊 就是 真的假的 後面照片有點 太性感不行 自己放自己 自己放自己的清涼照 幹嘛這樣 好啦 快點啦 而且這個遊戲 三月推出之後 就非常受到歡迎 好 看一下喔 跑跑卡丁車 真的是跑跑卡丁車耶 對啊 你看 裡面這邊有一些不同的模式 對 這是道具站 這是速度站 但是道具站我覺得比較好玩 點進去玩一下 而且這還可以透過藍牙 進行連線玩喔 就是可以跟妳的朋友一起 直接這樣擠個在那邊玩 對啊 來囉 好 來… 不錯耶 是不是 然後放香蕉皮 她是第一名喔 是不是 我本來就第一名啊 百大性感美女也第一名 不要弄啦 放個香蕉皮這樣 是 我跟你講其實不是這個遊戲啦 最近其實我覺得 我被水球丟到了 你看吧 自己笨 好啦 大哥就這樣 我被卡住了啦 公平啦 好啦 這不錯啦 就是現在其實 這個iPhone又有多遊戲 是可以這樣子 就是說透過藍牙來對戰 像我最近喜歡玩NBA Jam 妳可以連線一起玩 非常的推薦給大家啦 OK 那我們繼續看一下 這個HOT SOUTHING GAME PARTOBA 充滿神秘傳說 蘊含精靈力量的最新線上遊戲 帝王戰記 即將引爆一場 人類 獸人 月精靈 和龍之后裔等四大種族之間的 激烈決戰喔 遊戲中 除了尚未開放的龍之后裔種族之外 其他三個種族 都各有三種職業可讓咱們選擇 像是人類的騎士 獸人的術士 月精靈的召喚史 而咱們的最終目標 就是成為伺服器唯一的大霸主喔 想要擁有獨特外觀 與絕對的特殊能力嗎 趕快朝著這個目標邁進吧 另外 遊戲還有講求團隊合作的公會戰 提升武器能力的合成系統 以及能協助戰鬥 提升角色屬性的加持寵物系統 想要玩遊戲有好心情 打怪又鬥輕鬆贏的話 別忘了好好鍛鍊自己的寵物喔 而豐富多變的任務系統 更是快速提升等級的一大捷徑 想花少少的時間 快速超越對手嗎 趕緊研究一下任務的流程 與路線吧 已經展開封測的PC線上遊戲 暗黑世界 一推出立即造成轟動 玩家們可說是擠破頭 想進入到遊戲的世界裡 一睹遊戲迷人的風采喔 遊戲中咱們可以與魔劍士 失誤者、角鬥士、潛伏者等八種不同職業的玩家組隊 挑戰各大BOSS 像是掌管冥界秩序十二主神之一的死神賀爾 惡母女王摩斯、吸血鬼之王奧古拉等等 同時遊戲也開放了近百種的座騎 近千種的怪物 以及極帥氣與美麗於一身的動態式魂套裝 還有不同難度 充滿暗黑風格的藍金礦動 永夜之城等副本 全部的內容都讓人眼睛為之一亮喔 暗黑世界還設計了創新獨特的裝備靈魂系統 能讓裝備發揮強大威力的靈魂覺醒 以及能夠提升裝備屬性的寶石鑲嵌 再次提醒大家 搞套好的裝備 是玩好遊戲的不二法門喔 來… 跳過來… 哪款是今年必敗的360遊戲呢 答案就是第三人稱動作射擊遊戲 戰爭機器3啦 之前沒玩到線上Beta測試版的朋友 別失望 這次咱們給大家帶來了更棒更新的遊戲資訊囉 在三代中 團隊合作的分工將更為細微 想生存下去的話 只靠一個人是辦不到的 而在受大家歡迎的持久戰裡 該如何有效的運用金錢 抵擋50波排山倒海的攻擊 更成為遊戲制勝的關鍵 是要買重型武器衝鋒陷陣 還是構築堅強的防禦攻勢 都是咱們必須好好思考的重點 在這次E3展的現場 還開放多人試玩 每個人都帶齊耳麥專心的施殺對戰 還有專人知道 看到這景象 相信有不少戰爭機器迷都很羨慕吧 遊戲預計9月在台發行 喜歡戰爭機器的朋友 讓我們一起為戰爭機器3的到來 開始倒數吧 即將推出的3DS冒險意志遊戲 羅特列克博士和忘卻的騎士團 不但釋出了首部宣傳影片 透過實際的遊戲畫面 讓咱們對這趟尋寶之旅 更加充滿期待喔 遊戲中 以19世紀末的巴黎為舞台 而主要登場的角色 有翹鬍子的考古學博士 羅特列克 博士可愛的助手 蘇菲克貝爾坦 以及貫穿遊戲歡樂的 黑手黨結拜兄弟 江陸古蘭與波爾陸普提 在遊戲中 咱們必須邊探索地圖 邊動腦筋解開各種隱藏的謎題 基本上 遊戲設計的謎題都不算太難 但裡頭卻富含滿滿的趣味 該如何尋找到傳說中的寶藏呢 就請大家自己來找出方法囉 歡迎回到 天王快達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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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賞的是一款 會讓你玩到 發抖的遊戲喔 欸 你是笨蛋嗎 玩到發抖 你就把冷氣關掉就不抖啦 你準當嗎 把燈打開 謝謝 你 什麼 你 我剛好不容易贏到這種氣氛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我完全覺得發抖 不是因為說我覺得冷氣開太強 也不是因為說我太胖 吃雞梗塞 OK 不是 我是因為這個遊戲 會讓你玩的時候 感覺 還是內心的那種恐怖的感覺 會讓你全身挖洞 我知道了啦 你要做的是戰力突擊 又有新作了對不對 沒有錯 算你聰明 因為本書主要先要介紹的呢 就要看PN3360還有PC的 戰地突襲賽 這遊戲的故事內容呢 是延續前作的紅衣女 Elma所生的兩個兒子 Point Man還有Paston Battle 他們兩兄弟呢 在前作呢 他們是處於對立的狀態 然後Point Man呢 就把FATO給解決掉了 送他上西天 所以呢 在新作當中呢 FATO就會化身成阿飄的姿態 回到人世當中 於是呢 兩兄弟呢 就一起要找出Elma 他們就攜手合作了 這就是一個非常創新的 一個合作模式 因為你看玩家用這個Point Man在玩的時候呢 會跟前作的感覺很像 就說我們還是拿軍事武器有沒有 然後跟那種超自然部隊進行對決啦 同時呢 那時間緩慢的能力呢 也被保留下來囉 而且如果你是操控廢頭的話 非常棒的原因是因為 他不會再死掉了 為什麼 他原本就是個阿飄啦 他怎麼... 對 而且他還有超強的技能喔 他就是可以隔空呢 把敵人抓到半空中 幹嘛這樣摸我啦 我沒有摸你 不是抓你 然後呢 那他或者是他可以附身在敵人身上 就是操控敵人然後去攻擊 附身在敵人身上 對啊 要是真的可以附身的話 你想附身在誰身上 走出真實的世界喔 安傑莉娜瓊瓊 為什麼 因為我就可以跟布萊德比特 我覺得這不優 若是我的話呢 我要附身在 而且我覺得妳附身在安傑莉娜瓊瓊瓊 妳一下就被發現 為什麼 因為妳英文妳講她就發現 妳是假的 然後就被打 對喔 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我呢 我就附身在這個 我想一下 那個畢爾蓋茲身上 畢爾蓋茲 為什麼 然後我就馬上宣布說 我有把我所有的錢 送給一個叫 然後就 你這個比較實際耶 超人… 對喔 那我那太遜了 我要跟你一樣 OK… 好 所以這次呢 回到這遊戲啦 我跟妳講 這次拿來一個新的 叫做恐怖情節產生器 就是說 每次遊玩的時候呢 它那個下來的橋段 都會不太一樣 就是說這種 這種設定性有點可怕 就是說 譬如說你第二 你不然死掉 你要重新玩對不對 然後就發現說 我上家真的被嚇到 那應該又會有鬼會出來 然後你就有點緊張 就 鬼沒有出來 又放鬆了 突然一放鬆鬼 鬼就跑出來了 這樣 這種設定感覺上 比較機車一點 但是這樣子呢 就可以讓你覺得說 很有新鮮感啦 這樣比較刺激啦 是不是 馬上看一下本週主打星 戰力突擊 夏天一到 各式各樣的消暑秘方 都出爐了 有的人呢 喜歡待在冷氣房裡面 吹個痛快 有的人呢 選擇刻上一碗剉冰 不過呢 不管哪種方法 都比不上玩上一款 真正的恐怖遊戲 來得有效 本週的主打星 戰力突擊3 就要讓大家感受 真正由內而外的清涼喔 在戰力突擊3中 這是加入了系列做沒有的合作模式 我們總算不必孤單一個人 在這陰森恐怖的世界裡面冒險了 不過 同樣是可以操控的角色 兩個助甲的能力 卻有非常大的不同 當控制Pro1Man時 基本的操作 和一般的FPS遊戲 沒有什麼兩樣 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偶爾可以發動一下 類似子彈時間的特殊效果 這次做到的一切都變得緩慢 讓我們可以好好的瞄準敵人 另外啊 就是在進行衝刺的時候 如果按下肉搏鍵 就會發動滑雷的攻擊 可以把前方的敵人踢飛起來 算是一個突圍的好方法喔 當我們改靠空飛頭時 這下可好玩了啦 作為一個幽靈 玩法當然不可能和一般人一樣啦 當我們處在幽靈狀態下時 是沒有辦法使用武器攻擊的 不過飛頭啊 本身有一些特有的招式 例如按下右發射箭時 可以發動紅色的衝擊波 不過這種攻擊啊 都是那麼給力就是囉 另外呢 還可以按下左發射箭 這個時候啊 會看到瞄準的敵人 被拉到了空中 然後呢 我們有兩個選擇 要嘛 就用衝擊波把對方打到掛 再不然呢 可以玩一點特別的 就是幽靈的專長 復身 選擇復身的時候 會看到視點 瞬間衝到被復身者水槍身上 這一招啊 也可以拿來當成一般移動的手段 不過呢 復身也是有條件的 當我們在攻擊時 可以看到準心的旁邊 有一小圈白色的計量表 如果能量不滿一格 是沒有辦法復身的喔 不過啊 一旦降機成功 能量馬上就開始消耗了 還好啊 我們可以透過達到敵人 來取得能量 假如你這麼貼氣 都不補充能量的話 就會看到眼前逐漸變黑 唉 心該要睡了嗎 不是 再不趕快捕捉能量 它可是會自爆給你看的喔 在本作當中 存有等級的概念 只要我們持續用各種方式 解決敵人 或收集彈藥跟武器 就會讓等級上升 等級越高 反而能力就越高啦 包括能量表的長度 重刺的時間 都會獲得提升 所以盡量嘗試不同的方法 來料理敵人吧 除此之外 還有收集要素可以玩 包括就常見的這種冒霸燕的屍體 或是比較少見的紅衣 L馬娃娃 都藏在遊戲的各個角落當中 眼尖的玩家可別錯過囉 另外還有配備強一點的 重型防暴兵 這種穿戴全身武裝甲的敵人 一般都會配備散彈槍 或帶有綠色瞄準儀的自動槍枝 如果遇到這種敵人 正面跟他對決勝算不高 尤其對方啊 如果是帶著散彈槍 那就更不用說啦 近距離挨上一槍 直接洪血 運氣不好啊 說不定直接往生耶 所以最好呢 是用迂迴的遠距離攻擊 或是使用滑壘攻擊 讓他倒地 再趁機補上幾發 不過 若對方啊 還帶著防暴盾牌 就更難對付了 還好啊 滑壘一樣 可以排上用場 當然啦 前提啊 是我們能活到踢到他為止 嗯 防暴盾牌入手啦 這下子啊 就不怕敵人猛攻囉 除了一般的武器之外 遊戲中當然會免備要有一些強力的武器 像是聚集槍就不用說了 另外還有這種電磁波槍 除了威力猛之外 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喔 就是會把零件的敵人連線起來 只要是被牽托到的人啊 下場呢 就是一起被BBQ 不管是小兵還是BOSS 都當同樣的菜色 一起給它料理下去囉 當然啦 依照前面的規則 這種強又猛的武器 出現 當然要跟著強又猛的敵人啦 會帶來這種電磁槍的 就是被稱作 相位指導者的怪物 這種怪啊非常的強力 渾身呢 發得像閃電一樣的光芒 邂逅就算了 還人手一把電磁槍 但是啊 跟討人厭的地方 就是他老兄 具有傳送圓面的能力 如果不想面對 永遠打不完的敵人 所以要趕快 這尊也給請走囉 剛剛的閃電男 讓你頭很大嗎 那接下來 這一位相位指揮官 大概會讓你瘋掉吧 這傢伙基本上 可稱為強化版的閃電男 斜根後更大隻 而且還帶著一支會冒火的槍 不過 好歹嘎仔 他不會傳送敵人 但他會傳送他自己 過來給我們打 不是啦 是送過來打我們耶 就遇到這種貨色 也就不是拘泥一般的打法囉 這些手頭上有什麼東西 全部丟出就對了 除了ATC軍隊的敵人之外 我們在遊戲中 還有遇到一種怪異的敵人 這種渾身發白 臉上還畫著 詭異圖案的客人 是除了ATC之外 另一個讓人頭痛的存在 他沒有ATC的強大火力 也沒有什麼戰術的運用 手上拿的呢 只有近戰武器 甚至乾脆空手來肉搏 講起來啊 好像威脅性 並不是很大對不對啊 你要是這樣想啊 可就打錯特錯囉 像這種單一薄弱 但人多就強大的類型 最喜歡給你玩人海戰術啦 每次呢 就來這麼一整票 好像發便當發兵用錢的一樣耶 另外還有這種丟小刀的類型 但是如果再加上剛剛那種 兩種一起來的話 你就會發現 其實上天堂 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困難耶 剛剛前面說了那麼多 大戲裡面可能會有個問號 阿尼不是說 這是一款恐怖遊戲嗎 怎麼都沒有看到恐怖的地方咧 其實啊 跟前兩代比起來 三代的戰地突襲 真的是比較不恐怖啦 但恐怖的地方少歸少 當然也還是有地 而且這代的恐怖橋段 是一種隨機式的恐怖 遊戲公司呢 利用一種恐怖情節產生器 讓驚悚嚇人的場景 隨機的方式出現 除了散步時 出來打個招呼的紅衣小女孩之外 有時呢 地上突然一個怪物 朝我們這裡飄過來 再不然啊 就是開門一面就嚇你來啦 不管是哪一種 重點是 它是隨機出現的 也就是說 我們每次玩每次都不一樣 想要靠上一輪的經驗 來預測驚嚇是行不通的 這樣一來啊 不管我們玩幾次 都沒有辦法感到放鬆啦 對於維持恐怖的緊張感 可是有相當的幫助喔 在一般的恐怖遊戲中 能夠坐著載具屠殺敵人 這種天方夜談一般的狀況 基本上是沒可能發生的 不過咱們現在說的 又不是一般的恐怖遊戲 戰力主席3 同時也是一款夠格的FPS遊戲 現在的FPS拿不出載具的道理咧 所以啊 遊戲中的理直氣壯的 出現了控制載具的關卡啦 一般來說啊 裝過關卡的設計 就是要讓玩家們 一吐前面受得鳥氣 而敵人的出場唯一目的 就是領便當 所以大家就盡量的發射便當 不是啦 我如果是火箭之類的東西 總之全力攻擊就對了 來啦 歡迎回到電玩快打 那都我問你喔 我給我不要 那算了 好 給我給你 那我問你喔 不要 那算 好 我才問啦 不是啦 是啦 你覺得誰最有資格成為救世主 救世主喔 我個人覺得如果說這個 一般救世主我不太知道啦 但是說電玩界的救世主的話 那個人 怎麼了 你嘴巴不舒服嗎 那個人 誰 就在你眼前啊 不…不要凹嬌 謝謝 對 就在你眼前 那我眼前 所以是2號攝影師 還是3號攝影師 不是… 稍微離你近一點 離你最近的那一個人 你我最近的那個人 就是2號攝影師啊 你最近的那一個人 對 我是 不是 我不是人 救世主就是我 電玩界的救世主就是我 是你 對 救世主 救世主啦 好不好 今天幹嘛講到救世主 好啦 你如果說你是救世主的話 沒關係 那你就無私奉獻 把你家裡的電動啊 遊戲片啊 主機啊 公仔 玩具 相機 所有東西都捐出了給大家 你告訴我你好不好 不 巴巴巴巴巴巴 哇 你這月就全局了耶 我跟你講 這些東西呢 可以啊 以後有機會 趕快拿出來衣賣啊 對不對 這哪有什麼問題 不是這麼大方的人 OK 好啦 重點是 今天講到這幹什麼 而且 你不要一直跟大家講說 你知道我家有什麼東西 什麼電玩啊 什麼 這樣好像你 一天到晚來我家的事情 被大家知道 這樣真的 不是 是旁邊的蝦片朋友 告訴我的 好有趣啊 好啦 重點是怎樣 今天電玩主題過來啦 講到救世主 我跟你講 救世主很了不起喔 真的 因為我們之前介紹過這個 英雄救美篇對不對 對 英雄救美這些英雄呢 他們已經算是很厲害 就是說為了美女 然後提升而出 但這次這些救世主呢 更厲害 更文大啦 因為他們救那些人呢 常常是他們根本就 搞不好根本就不認識的 一般的人民百姓 他們為了他們呢 付出他們的一些這個 因為他們想要流淚感動的感覺 那你講到救世主 就是超人 超人 超人真的沒錯 超人那種圓圓的臉 對 在通通這樣飛 沒有錯 然後呢 再來一個攻擊出拳 Yeah 你真的開箱 會唸到超人啦 差很多啦 那沒關係 那我又想到一個 就是超人旁邊的動物 對 然後兩隻 就是頭上會有長長的耳朵 兩個 然後一直跳啊 快跳 那就是夢中啦 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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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亂的喔 我說超人 是真的超人你知道 就是要穿緊身衣的 然後從電話廳衝出來那個 飛天遁地的那個超人 那你講超人那還有蝙蝠俠 蝙蝠俠也超帥的啊 他奮不顧身去拯救百姓的畫面 超屌的耶 X-Man也超帥的 對啊 蝙蝠俠 你快救我喔 我旁邊有壞人 這個便宰 他這個射鬼 他這個酒鬼 好壞 你是誰聽病喔 好啦 重點是 今天呢 我們就是要介紹這些 這個算是為人民奉獻的 這些救世主了好嗎 是的 馬上跟大家本週的電玩主題館 忙碌的英雄實則 拯救世界片 嘿嘿 讓各位久等啦 上次受到好評的 忙碌的英雄使者 又過來囉 但這次呢 跟上次的 英雄救美片是不同的喔 這次拯救世界片的勇者們 不是只想把辣妹 而是更無私的奉獻給大家喔 這樣的精神 著實讓人感動到不行耶 沒錯 大家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可以在天上飛 聲張正義的超人吧 說到他啊 真是無所不能 最擅長飛天遁地 奮不顧身去拯救世人 因此在遊戲中 超人就得在 廣大的城市中 飛來飛去的心俠仗義 不過超人除了在市區服務外 就連宇宙也是他的管區喔 像是超人在一起 這款遊戲的一開始 我們就會遇到隕石群 不懷好意地飛往地球 身為超人 就得立刻摧毀他們 才能保護人民的安全喔 這隕石啊 分為火隕石跟冰隕石 因此超人也得用不同的超能力 來進行破壞 像是冰旋風 就可以拿來破壞火隕石 熱視線就可以拿來摧毀冰隕石 而且隕石的墜落速度非常的快 因此還得利用超人的超級飛行速度 來追近他們 另外超人也要幫助我們擊退外星人 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呢 更麻煩的就是這個會變身成巨人的老大 動不動就放正波 連想要拿東西砸他都會被一隻挨揍 真的是難搞耶 如果不是超人真的有幾把刷子 我就被K的不成人形了 所以下次有機會在路上遇到他 記得要跟他說聲謝謝喔 再來要提到的這位 比起超人可以說是先天上就有優勢了 他多了一雙翅膀 嘿你沒聽錯 這位超級英雄就是大家熟悉到不行的 蝙蝠俠啦 話說回來其實蝙蝠俠身世也挺坎坷的 從小家境富裕 但是幸福的家庭卻在一次的搶劫中 徹底的被摧毀啦 內心充滿仇恨與復仇意念的他 開始鍛鍊身體 並且研發高科技的特殊裝備 準備在充滿犯罪的夜裡 展開打擊犯罪的終極戰爭喔 隨機就有一個壞蛋 馬上被蝙蝠俠逼著就範啦 在蝙蝠俠小丑大逃亡中 就是在講大壞蛋小丑 被蝙蝠俠親自抓進阿卡和療養院之後 狡猾的他竟然來個內神通外鬼 準備串聯監獄內的重刑犯 來個全面大反撲 當然要打擊壞蛋 先得熟悉環境才行啊 我勒還沒有找到小丑 卻遇上了警察被綁在電影上 身為英雄的蝙蝠俠 一定要順便給他救一下的啦 當蝙蝠俠走投無辱時 會立刻啟動偵探模式 畫面會變成類似X光掃描的 半透明狀態 無論是障礙物或是人體 都逃不過他的眼睛喔 但是除此之外 蝙蝠俠的基本功自然是少不了的啦 在遇到敵人的時候 幾乎都可以輕輕鬆鬆地 使出連續攻擊來解決 而當我們跟小樓樓對峙的時候 如果在他們頭上出現這種 類似閃電的標誌時 就可以立刻按下反擊鍵 蝙蝠俠就會以超震撼的攻擊招式 給予對方致命的一擊喔 Oh my god 是誰企圖把地球給毀滅呢 你們這些壞蛋們 準備遭受正義實質的打擊吧 是的 經過超人蝙蝠俠接力對抗壞蛋後 終究地球還是走向滅亡之路 連外星人也來攪局了 我說啊 就不能給我們一個peace world嗎 好吧 既然遇上了 身為人類的我們也只好站出來得命啦 抗爭總得有個帶頭的 有啦 高登博士就決定是你囉 在戰力時空二中 有一天搭乘火車的高登博士 起來後他發現 整個地球竟然落入了外星人的手裡 結果博士掐起一算 原來啊自己就是始作俑者耶 這一切得追溯回當年在實驗室 博士沒事幹嘛進行什麼共振的實驗嘛 所謂啊個人造業個人單 你就給我想辦法消滅這些外星人吧 不過話說回來 博士你又不像超人 蝙蝠俠擁有超能力 要如何來拯救世人呢 ちょっと待って 大家別忘了 咱們的高登博士可是個科學家喔 可以發明一些好傢伙 首先要追趕壞蛋 氣墊船啊 越野車這類的載具可是不能少的 還能用來順便載美人喔 欸等等啊 犯入哪來的美人啊 還有高登博士正直血氣方剛啊 老師在那殺異形也不是辦法 所以遊戲也恩賜這小子一個女朋友 叫做艾莉絲 你瞧她可是個美女呢 就這樣成為博士的親密戰友啦 馬上送給博士一把重力槍提升戰力 大家可別小看這把重力槍喔 除了可以用來解謎 當然殺敵的功用也是不小的 像是一般弱小的敵人 直接就可以發射重力 把他們制服 無法用重力搞定的敵人呢 也可以把周圍的物品吸起來 然後再瞄準他們砸過去 如果是油桶之類的物品啊 還會自動爆炸殺傷力更強喔 不過最好用的當然是戰力時空中 威力出了名的武器 夺魂具 只要用重力槍把這個輪具發射出去 管你是什麼怪物都這樣清潔溜溜啦 但人總是會有失守的時候啊 當我們無法捍衛家園的時候 就得趕快逃離並重新開始 在地球滅亡後 倖存的我們都已經逃到別的星球去了 想不到還得遭受外星生物不斷的侵略 而這個時候就有英雄級的人物 帶領我們來進行反擊啦 首先打頭陣的就是 失落的星球系列作中其中一位男主角 威英啦 在人類逃離地球後 前往一個冰天雪地所覆蓋的星球定居 在移民的過程中 發現了一種原本就在這個星球上生活 體型龐大 具有攻擊性的異形生物 稱之為AK 而我們要安定 當然要得先清理掉這些原住民啦 於是威英就展開了他的英雄之路囉 威英原來是一個部隊的小隊長 而他的爸爸則是整個部隊的指揮官 不過在某次的攻擊行動中 整個部隊遭遇到超大隻的AK偷襲 包括威英老爸在內的大部分部隊 都被消滅掉了 而威英呢雖然逃過一劫 卻也失去了記憶 被一群雪賊拯救 為了找回自己的記憶 威英只好加入了雪賊啊 轉為對抗正規軍 但是同時可怕的AK 仍在一旁虎視眈眈 隨時準備把入侵的人類驅逐出境 我說了強刃的人類 怎麼可能這麼容易服輸呢 馬上祭出我們的力氣 叫做VS的機動戰甲 來對付這些討厭的AK吧 坐進VS裡 不只外面有一層裝甲 可以保護你的小命 VS上裝備的武器 不是大型格林機槍 就是攻擊力高的火箭炮 甚至還有穿透力超強的釘槍 所以就算不針對AK的弱點攻擊 也可以輕鬆打爆這些異形喔 而其中一台更是威猛 型號為GTF-11 就是正規軍專門拿來戰鬥用的VS 不只肩上可以裝備兩種射擊武器 還有類似電具的近距離專用兵器 而且度過的推力 也能夠讓它快速的移動 或是在空中滯留一段時間 所以有了這台 就算遇上魔王級的AK 也不用怕啦 欸 前面這群是什麼呢 我的天啊 異形也開了VS來對付我們耶 這些傢伙實在是太難纏了啦 看樣子該輪到另一個救世主登場囉 同樣與外星生物對抗的 就是這位最後一戰系列中 屢屢出戰的士官長啦 關於士官長這位超級戰士 該說他是運氣好呢 還是有夠倒楣啊 說到倒楣他不只要面對新萌 還要對抗重俗 同時呢又得拯救大家 幾乎可以說是全人類的未來都靠他了耶 經歷大大小小的戰役 同樣幾乎全都掛光了 可是他還是活蹦亂跳的 你看從兩公里高摔下來 竟然也摔不死他耶 這看來要不是沒實力 光靠運氣可是辦不到的喔 話說我們的士官長真的是很強大耶 管他是拿衝鋒槍還是狙擊槍 甚至是路上的機槍 都可以輕鬆的解決敵人 當然除了遠戰攻擊外 貼身攻擊對士官長來說 也是不遑多讓的喔 這時候如果能撿到新萌的超強近戰武器 重力槌的話 你就會知道什麼叫做殺很大啦 重力槌不只能夠一槌搞定 這槌子夯下去之後 還會產生重力波 連旁邊的敵人都一起遭殃耶 所以使用重力槌的時候 根本不需要太接近對手 反正只要看到眼前有怪物晃來晃去 就給他一槌賞個痛快吧 當然士官長也有防護罩 以及護盾可以使用喔 更扯的是還有引擎斗篷來保命耶 雖然時效很短 不過要撐到回彎血 倒是綽綽有餘啦 所以不無小補囉 今天所提到的這些英雄 雖然救人有功 但前面幾個突然就消失在這個世界上耶 我說你們有這麼害羞嗎 還是士官長夠義氣 在明年推出的續作中 又來保衛大家啦 最後讓我們一起來 匯別這些忙碌的英雄們 各位勇者 咱們後會有期啦 掰掰